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今天我们要讲一讲最近热议的中美金融工作组第六次会议是不是有点枯燥 不要担心 今天我会用最精彩的剖析给大家讲清楚其中的门道 特别是背后又暴露出了中国经济那少有人去说的真相 好了 废话不多说 咱们直入正题 最新消息是 中美金融工作组于2024年10月31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第六次会议 中国派出了各重量级团队 带头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航长宣昌能 美国那边则是由美国财政部助理部常奈曼主持 两国重量级的金融监管部门 美联储和相关机构都全程参与了讨论 表面上看 这是一个平常的国际金融合作会议 但大家要知道 中国经济现在可以说是千疮百孔 而这次会议表面上的专业 务实 坦诚讨论 其实掩盖了很多看不现的危机 从这个会议背后 我们不得不深入探讨 中国目前根深蒂固的经济问题 首先 我们来看这次会议的背景 中国经济在2024年的表现 可以说连入冬都不够形容 应该称之为严冬已至 根据最新数据 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仅为持在4.1%左右 远低于官方此前设定的5%目标 外贸方面更是雪上加霜 2024年出口增速骤降 人民避汇率进一步下滑至7.65 贸易差额缩水 外资撤离的速度甚至比往年更快 而与此同时 美国经济表现则相对强势 尽管存在通胀压力 但GDP增速依然在2%以上 美国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也在成为形势 在这样冰火两重天的背景下 中美金融工作组选在这个时间点重启 并坦诚交流 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BOSS告诉你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这背后显示出中国对于自己经济崩盘风险的极度担忧 它必须寻求稳定外部环境 特别是在金融领域 以防止失控局面 中国央行提到的支持经济稳定成长的政策手段 看起来高大上 但实际上已经是杯水车薪 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民银行在这次会议上 特别提到了一些新的救市手段 比如证券 基金 保险公司互换便利 Space和股票回购增值再贷款 哇 乍一听这些金融工具是不是很高级 但实际上 这些政策无非是过去老套政策的烦心 无不经感慨 这难道不是在进行财机骗局吗 比较这点 咱们先看看这些政策背后的意图 所谓的Space 本质上就是试图账证券 基金 保险 这些市场上的大玩家可以互相之间进行资产值换来货的流动性 这类操作方法 其实在西方金融危机极端情况下也曾经使用过 但为什麽会见效呢 因为当时的金融系统仍有足够强大的资产质量 而今天的中国呢 金融市场被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垄断 巨额坏账和不良贷款成为了系统性风险 这些互换操作只是权宜之计 根本无法对抗系统性风险 再来看看股票回购增持在贷款这个工具 看得出来中国政府正在极力想要挽救股市 但大家不要忘了 中国股市是一个政策市 投资者信心早就被各重线受股减持 企业财报造假 以及无法真正落地的改革吓跑了 此时让企业执行回购和增持 是否能真正挽救投资者信心呢 根据目前的市场反应 可以说是事倍功半 事实上 这些工具只是延长危机的燃烧时间 却无法真正解决根本问题 事实上 中国经济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并不在于外部的压力 而是内需的不振 在工作会议中 中方提到的一览子政策 大多数还是分别针对投资者和市场信心 这也再次证明了 中国在政策制定上的寡头思维 政策只顾及表面数字 却忽视了经济中的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需求 看看这几年 中国的消费者信心直线下滑 今年的双十一购物结余手数据显示 交易量远不如前几年 老百姓钱包缩水 储蓄率上升 消费意愿不增反降 据中原地产测算 2024年上半年 全国大中城市房地产交易量同比下降25% 家庭层面的财政压力空前严重 这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创伤也是深具影响 即使有政府一再喊出的内循环经济口号 消费增长依然滞后 而咱们不得不提的是 中国政府持续的撒钱旧市场 出个政策就指望解决危机的做法 反而让内需更加低迷 造成的是财富分配更加倾斜的局面 于是就又形成了恶性循环 当人民没有把钱滑出去的动力 经济增长自然陷入停滞 这一次会议上中方强调的那些 支持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 其实只是在应急市旧市 缺乏长远目光 真正压根不动息问题的根源 更没有针对性的对策 一件值得特别注意的事情是 这次会议还特别讨论了 所谓气候金融这个话题 这看起来像个金融技术活 但其实是美国在全球推进的新金融秩序 这方面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话语权 美国抓住了全球气候问题这个趋势 推动绿色金融标准 并试图用这些标准 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增加自己的主导地位 而中国在这次会议中强调合作的同时 也暴露出自己在该领域的弱势地位 中方介绍的政策反而显得相当无力 既无法在全球绿色资产陈列中发挥重要作用 也无法有效减少自己在传统工业上的依赖 这一问题涉及的不是技术层面的讨论 而是全球经济竞争中的策略事务 今天的中国不管是内需不足 是场戏心不足 还是金融手段过度依赖于权宜之际 这些问题不解决 经济的硬着陆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而这次中美金融工作组的会议 只是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当前所有的金融病症 中国现在的财政与金融体制 基本上处于四处救火的状态 却完全没有探索如何面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这背后反映出中国政策的深根性困局 以及金融政策的局限性 在这个大背景下 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个更大范围的问题 中国的金融政策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答案恐怕是肯定的 首先中国的金融政策 越来越受到强烈的政治导向影响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过去几年来 每当经济数据出现明显下滑的趋势 政府部门就焦急地推出各类应急政策 比如不断加强的资金刺激唆 很明显 在中国的金融政策制定过程中 政治上的安定和保持增长秀 几乎压倒了一切 因此 央行更多时候是在为短期政治需要服务 而非长期经济改革做准备 这些政策在当前外部环境不稳 内部结构性问题严重的情况下 只会变得愈加无力 我们拿资本市场的改革来说吧 大家都知道 中国股市一直是政策式 政府对股票市场的干预程度 在全球范围内是属于极高的 尤其在经济风向不对 或股票市场出现动荡的时候 政府往往会试图一声令下 去控制市场波动 这造成了许多市场参与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不足 今年 随着中国多次出台拯救股市 避免其东台的政策 这一点再次显露无遗 但大家想想 资本市场是需要健康的增长来带动的 政府的过度插手 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反而加剧了市场内外资的不信任感 此时此刻 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 中国政策制定者到底放弃了多大的空间 去推进市场本身的有效运行 答案恐怕令人担忧 而美方在这次会议中与中国讨论的各种监管合作议题 其实更像是在敲山震虎 以中国为基准观察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 尤其是美国的政策走向 你会发现 美国的做法明显更加市场化 即便美国自己经历了次贷危机 2023年的通胀 被迫加息 强化美元的失败教训 这些问题短期内也看似让全球金融市场有些震荡 但美国经济的根本活力是依靠相对稳定的 去政治化的市场决策体系 而中国则不同 当经济热点和民生问题碰撞时 政策方向往往迎合更高层的政治需求 忽略了金融稳定的长远考量 接着我们进一步看外部压力 去年开始 美国与全球主要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 逐步放弃对中国市场的进入热情 外资企业大量撤资 欧美投资者也纷纷选择减 少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这已经明显打压了中国的外部流动性 同时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数字经济 制造业和出口行业的困境 根据2024年第三季度的数据 外商直接投资FDI连续下降 与此同时 中国的对外界贷压力和海外资产 配置的流动性管理愈加吃紧 这些外部金融压力 挤压着本身就不健康的中国银行业资产 已有严重的复投资情况 导致金融部门面临巨大的流动性挑战 在这次会议中 美国和中国讨论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G-SAIBs危机的危机管理方案 表面上看是谈技术合作 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警告 美方深知中国的金融系统风险 已经达到一个极其危险的水平 甚至有可能向全球传道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 更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中国政府不断宣称将 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协同 以应对全球和国内的动荡 但事实上 这更多是强行推出的口号式政策 缺乏实际的操作空间 中国的地方债务危机 自2023年以来便持续恶化 根据高盛估算 中国的隐性地方债已达超过 GDP300%的惊人规模 其风险性和金融体系相关联的渠道 无疑将及大赢 向金融稳定的底线 而与此同时 内部还有着不可忽视的增长压力 随着政府不断推动基础设施件 设来拉动GDP 中国的财务资源被压缩得越来越紧 虽然短期内能够促进表面上数据的繁荣 但长期而言 脆弱的现金流和薄弱的盈利能力 终将使得金融政策的施展范围越发有限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金融体系的维护与发展 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 然而我们看到 很多金融机构 不仅限于国有企业 私人部门的金融专才 都面临着严重的外流压力 根据最新报告 2024年以来 赴美系列公司 高新私募机构 以及其他国家知名投资银行 接受中国人才的增长幅度 几乎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很多年轻的金融精英 选择逃离国内 所敲响的另一声警钟 为什么呢 对不起boss还是要说实话 这反映的是 人才对于国内市场信心的怀疑 与不确定性 即便是金融管理层内部 初来混的那一套变通模式 已经不足以应对 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金融发展需要 人才外流将 不仅仅损害中国的 金融体系健全性 还会在未来限制中国 经济结构转型 和金融创新的可能性 此次中美金融工作组生 称对于技术人员的讨论 实际上凸显了 中国在人才资本方面的空心化 总的来说 这次中美金融工作组 第六次会议所展现的 并不是两国合作的一片光明 而是中国经济 画向衰退边缘的右翼警示 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 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 已经让中国的金融政策 陷入此循环 无论是内需不振 地方债务风险累积 外资撤离 还是市场信心不足 这些迹象都表明 中国正逐步走向 经济烂尾的边缘 在面对美国和其他国家 坚定而清晰的经济策略时 中国的金融政策 显得愈发乏利于混乱 这一系列的问题 无论通过什么工具 进行短期急救 都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源所在 最值得警惕的是 当现行政策失效 并且外部分分阔大制裁 和反制压力之时 中国将没有退路 如何挽回市场信心 如何真正进行深层次 痛苦的结构改革 并使金融政策 避免被短期政治需求束缚 这是一个涉及中国 未来长期经济生态的重大挑战 说到这里大家是如何看待 中美金融工作组第六次会议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分享您的观点 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分享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